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啰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程彩虚道 我是香香雪 这次疫情降到二级了 大家有没有急着想要出门运动呢? 但在运动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 跆圈道道带的正确方法 究竟是什么呢? 那就让我们看下去吧 跆圈道道带分为 色带 跟黑带 两种 两种的方法都是不一样的 跆圈道的色带很多 像是白带 红带一线 这两种都属于色带的一种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 色带的绑法 把道带绕到背后 这时可以看到两端是一样长的 接下来记住口诀 左上又下 右上 左下 这样就完成了色带 平杰的绑法 这样大家快乐吗?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介绍一下黑带的正确绑法 黑带的绑法跟色带不一样 黑带呢是绑两圈 而刚刚我们示范的色带则是绑一圈 黑带通常比色带还要长 所以我们特长留一节 然后再从背后绕过来 绕一圈 再绕第二圈 这个从最内侧绕过来 再绑一个结 这样就完成了我们黑带的绑法 这样大家会了吗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让大家会了吗 下一集跆拳小教室 就会为大家介绍 每一种颜色的色带 都有什么差别呢 那我们跆拳的 又是怎么进集的呢 那就请大家 再期待一下 下一集的跆拳小教室哦 拜拜 by bwd6